哈囉大家好,我是Ivan 夏天又到了 防曬再度回到重點議題 很多人都問我說我皮膚這麼白 為什麼都曬個黑 所以今天我就要來分享我的防曬秘訣 在影片開始之前趁著片頭的動畫 幫我往下滑愛的訂閱吧 防曬這個議題實在是太大了 需要注意的觀念有很多 所以我打算分成幾集來講 第一集就是去年5月 我出過的一部防曬影片 防曬選購大權 避開有害成分 現在其實有時候 實在是很不想塞以前的影片 因為回頭看的時候 真的覺得 當初的我拍影片也太生疏了吧 整個臉超僵 活像整桶肉毒打翻打在臉上一樣 噢天啊,我夠想塵嗨 而第二集呢 則是上個月我出的 防曬到底需不需要卸妝的影片 這邊呢稍微複習一下 那部影片提到的一個重點 就是我擦防曬的時候 是用按壓的 不是用推的 實際的操作影片呢 你們有興趣的 可以再回到那部影片再看一看 那麼這一集就是第三集了 如果點閱率好的話 我就會接著再出第四集 而這一集呢 我就要來談一談一個很常見的現象 就是呢 幾罐同樣都是SPF50 然後PA++++的防曬乳 為什麼有的擦了就是不會曬黑 而有的擦了卻沒這麼屁用 其實這個問題呢 牽扯到了兩個原因 我將分為上下集來講 而這個上集呢 我將提到第一個原因 則是防曬乳的質地問題 你有沒有在麵包上面塗過奶油 應該還蠻長的吧 當我們在塗一塊冰的奶油的時候 由於它的質地還很厚實 還很堅硬 所以在塗的時候就很難塗的均勻 而且容易塗的比較厚重 可是一旦加熱之後 它的質地就會變軟 所以呢在塗的時候會比較滑順 也比較容易塗的均勻 也會塗的比較薄 哎呦這個時間炒麵包叫B是誰 我等等一片都不會分給你 而防曬乳呢也是有分質地的喔 比如說有一些像是這樣子 是比較濃稠的膏狀 而有的呢則是偏水狀的 你可以看到它們質地上的差異 因此當你在塗熱的時候 這些不同質地的防曬乳 在你的臉上 當然就會形成不同的厚度 就跟剛剛塗奶油的原理是一樣的 所以就算是同一個防曬係數的兩個防曬乳 因為質地的關係 擦出來的厚度不同 當然防曬效果也就不同啦 也就是為什麼有些產品 它已經標榜著防曬最高係數 SPF50加PA++++ 但是你擦了還是會曬黑 就是因為它的質地太水了 但是也不是說防曬乳的質地太水就不好喔 因為太水的質地這種防曬乳有兩個優點 第一個就是它可能多半比較清爽不油膩 而第二個則是因為它比較水 所以可以推的比較均勻 那要彌補這一個上熱的厚度問題 這種太水的你就可以上兩層 並且是使用按壓的手法疊擦 這樣子就不會破壞它的厚度了 那厚重型的防曬乳 它先天上就有一個厚度的優勢了 但是千萬不要因為厚重的防曬乳比較不好推 你為了要讓它好推你就拿去加熱喔 剛剛那個奶油其實只是一個質地上面的一個概念的示範而已 並不適用於改變防曬乳的質地 因為防曬乳拿去加熱是可能會爆炸的 好希望今年這一次的防曬第三集大家會喜歡 也希望能夠帶給大家 啟發一些在防曬上面的邏輯 因為防曬真的不是只是有擦就好了 很多美美嘎嘎的部分 都註定了你的下場是白還是黑 好 以上的資訊有幫助到你們 如果有幫助到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我的頻道 我是Ivan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如果點閱率好了的話 就會再出第四集的防曬觀念影片 那就要靠大家把這個影片分享出去啦 對了 如果你在擦防曬還有什麼其他的問題的話 都歡迎留言在下面讓我知道 我之後會幫你們解答喔